很多家庭主婦都有扳機紙 馬國畢你有扳機紙喔 對 我怎麼什麼病都有啊 這家庭主婦怎麼有扳機紙 我也不知道欸 我就大概十個月前 我突然發現 有一次在握拳頭之後 我兩隻手指頭都沒有辦法回來 比方說我們刷牙 我刷完牙之後 刷完牙之後 我就這隻手就回不去了 然後你就要去給牠排開 其實不一定要開刀 對 扳機紙其實很常見 那為什麼馬國畢會有扳機紙 我覺得應該跟牠一直要數錢有關 所以手過度使用 真的喔 手指就會卡住 他的原理其實就是我們手指 這邊有一個叫曲子肌腱 它是幫忙固定的 你如果一直過度使用 一直數錢或彈鋼琴 你賺太多了 牠就會腫起來 腫起來你就會卡住 那我們比較簡單的 你就是休息嘛 有的休息泡泡熱水 好像就好一點了 那比較嚴重的 可能這樣就不夠 我們就可以做些按摩 伸展 或是去復健科 做一些超音波 雷射蠟療 或是甚至打一些針 這通常大概九成以上的扳機紙 都是不需要手術的 今天有個機器 那它是高能量雷射 它是對於這種非手術治療 扳機紙是一個很有效的方法 扳機紙主要治療部位 你剛才就卡卡了 就談談了 所以我們治療部位 大概要這一條 那麼首先 我會雷射聚焦在你這個 比較發炎腫脹的這個機件 那你會感覺熱熱的 對 有熱熱的 就這樣子不會痛 第二個要放鬆 它就會屈指機件 大概這邊要放鬆 因為這跟手臂這邊過度緊繃有關 所以我們中指連過來的 這個手臂的機件 這個我們也要做一些快速的掃描 約略我們大概都是做這個十次左右 大概扳機紙就會好 所以扳機紙其實是不用開刀的 而且還加碼 侯醫師要教馬國畢 扳機紙的復健運動 如果你在家裡 自己有扳機紙 你覺得好像還沒有很嚴重 那要怎麼辦 就我一個副產科同學 他也是扳機紙 他就方便人開刀 他就看出了 職業傷害 這樣你是數錢 那所以要怎麼辦呢 我們就是這個 譬如說我們這次卡住 我們周邊的這個肌肉 我們要把它放鬆 就做這種放鬆 然後做一個圓圈狀的按摩 侯醫師你手好有力喔 對對對 因為我常常方便 像你這個都使用過度 你這都膨起來 像這些都要放鬆 原來是按這裡 對 這些都要放鬆 那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自己按 你可以自己伸展 你可以自己這樣子 你可以多做這個 像這樣就伸展到這邊 那有時候 我們可以做單紙的伸展 伸展這邊 所以你如果真的有板機紙 你可以這樣自我保健 或是平常靠著桌子 我們就這樣伸展 這樣效果都非常好